高雄市的新住民业务分散在市府各局处 包括民政、设政、教育和劳工等都有相关 但没有向原民客家或生账者一个专属新住民的单位 让新住民朋友觉得在权益上和照顾福利上有落差 日前发起联署争取成立新住民事务科 那因为他们每一个单位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嘛 那经过申请是对新住民来说是更加困难 那我们希望有这个事务科 那新住民就很明确地说 我需要帮忙我来这个单位 从头到尾我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需要帮忙的事情 反观桃园市也是因为新住民人口众多 在2021年1月就成立新住民事务科 负责统筹新住民相关业务和资源 台中市和新竹市的市长候选人 也将成立新住民事务科列入证件中 新住民团体希望高雄市的市长候选人 也能够比照做出承诺 像那个桃园市郑文川市长他在去年就成立了 他每年会编3100万的经费来做新住民事务科里面的经费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他们里面的编的工作人员 全部包括顾问包括整个资源整合人员 有将近30多位 目前新住民团体要申请举办活动的经费 或政府要编列新住民相关福利预算时 只有新住民基金和公益彩券基金可以支应 在成立新住民事务科后 就会编列固定的预算和原额 对新住民才是永久的保障 经费就是向新住民发展基金申请一次经费 办完就结束了 公益彩券也一样 办完一次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成效是相当有限 而且是没有持续性 效果是有差 不管今天是曾市长还是哪一个市长上任的话 希望这个课一直存在 对不是说当下的市长这个市长卸任的时候 又换别人就没有了 那我们希望是长久 选举一到各团体都会针对各自遇到的状况和困境 发出新声 希望未来的新市府团队能够多加重视 炒热选举话题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